这次是 这次是 那次是 这次是 大爷 行行行好 给点钱吧 行行好 大爷 滚开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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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好 给点钱吧 大爷 行行好吧 给点钱吧 江少爷 你可真是好运气啊 是啊 一连三把都是至尊宝啊 那是 我是谁啊 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对啊 今晚最红楼 我请客 好 好 你嘴不归啊 不能给不能给 这些小孩都是低人之后 留下来的孤儿 滚开滚开 你只要给一个 他们哪就没完没了的药 走开走开 走开 江少爷可是不能给 你给一个就没完没了 行了行了 别给了 走吧走吧 江少爷 江少爷 我我 给你 拿着 别抢别抢啊 这人呢 来 不要抢不要抢 来 你的 别抢啊 拿着拿着 拿着 我 我没有了 我没有钱了 我下次再给你们 我 我今天 我真的真的没有了 我真的没有钱了 我到时候再给你们 我真的没有钱了 我真的没钱了 我真的没钱了 喂 你别这样吧 放开我放开我 我真的没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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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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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对了 你刚才这么凶干吗 小心吓着那些孩子 我 你呀 不是好人 我 是 糟糕了 哎呀 怎么了 这账上的钱不对啊 你算清楚了吗 我都算了好几遍了 怎么少了一百个大洋啊 你没对过账吗 有啊 昨天盘点的时候 我发现账有点问题 可是后来我这一对账啊 觉得没错 可是今天我这一盘点呢 又不对了 我看一下 账被人改过了 你看 本来应该是三百四十七个大洋 现在是两百四十七个 这里被人改了一行 分明是欺负你老人家 眼睛不好使 可不是 这是谁干的这是 朱掌柜 我们先不要声张 我要人赃并获 不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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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你来干嘛 游戏好玩吗 这上面什么东西啊 快把我放开 把我放开 你要不是偷钱 怎么会招了我的道呢 我什么时候偷钱了 这是在我家 这是我自己的钱 快 快把我弄开 别乱碰啊 快去洗手 不然还会粘上的 本少爷今天没时间啊 等下次再收拾你 清货姑娘 朱掌柜 是二少爷偷的 你干什么 干嘛 没见过别人亲热 你 你 干什么 你上次设计害我一次 我也害你一次 扯平了 这什么东西啊 快把我弄开啊 这是丧子草 必须用油花开的 又都撒了 去里面弄吧 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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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不给你炒了 时间都来不及了 走 去哪儿 走吧 走 小灵 来 过来 走啊 走 来 走了走了啊 玩去 走了这么久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就在那儿 快点 孩子们 少游叔叔来了 孩子们 我来了 慢点啊 来 来 来 江少爷 小灵 来 你好 雪儿 今天可香了 来 亲叔叔一个 乖 小虎子 我那天教你那套拳 会练了吗 我会了 练给叔叔看看 好 打得可真棒 小木头 那天叔叔教你的那首唐诗 会练了吧 江少爷 你可来了 孩子们啊 练到你半天了 我有事耽搁了 小心啊 别跑来跑去的 待会儿教你划发梯好不好 这是少奶奶吧 真漂亮 她 要找人找个漂亮的 长得真不丑 你 顾嫂 我给你介绍 这个就是我们家 最讨厌的丫鬟 苏歇和 这是顾嫂 帮帮照顾孩子的 苏小姐 你好 顾嫂好 顾嫂 你又没有油啊 我难受死了都 有有有 我去拿 好 苏小姐 好好好 没事了吧 没事了吧 叔叔陪你们玩一球啊 来 叔叔陪你们玩一球 来 我们在哪儿玩啊 来来来 够辛苦的 歇一会儿吧 来 好 给叔叔 给叔叔 来来来 给我 接着 接着 这地方很简陋 没什么好招待的 姑娘啊 你不要见怪啊 顾嫂 你心里真好 收养了这么多孩子 好好好 接着啊 接着 是江少爷心肠好 他听说地震中 好多孩子成了孤儿 他就收养了这些孩子 我啊 这是帮他看一下而已 快点 给我 给我 欢迎我吧 好 接着 来 给您 给他 是他办的 要是善良的人还真不少 可像江少爷这样 善良的没有几个 他出钱出力 还陪小朋友一块儿玩 大家可喜欢他了 叔叔 走了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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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给 叔叔 不给 阿姨 跟我们一起玩吧 好 好 好 想不着 好 来 来 来教我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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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那些孩子真太可爱了 是啊 不过帮助他们一时容易 帮他们一辈子就难了 我会的 我真的会的 我真的会的 二少爷 偷钱的事 大少奶奶知道了 你赶紧躲躲 快走 你给我站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小赌遗情 大赌乱性 你就是不听 每天都在赌场那边 现在还偷钱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坏的 大嫂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还在否认啊 我 你外面做了什么事 我都一清二楚的 我今天要好好地教训你 家法伺候 等一下 朱掌柜 等一下 大少奶奶 您误会二少爷了 二少爷拿钱 不是为了去赌博 是为了那些 失习家的孩子们 奴婢亲眼看见的 千真万确 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我说你会信吗 其实啊 其实如果你说的都是真话 大嫂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好了 这回算了吧 以后你要用钱的话 就跟大嫂要 大嫂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哪 知道吗 没事了 行河 谢谢你替我说话 我进去干活了 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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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们都忙完了 用不用我们帮你啊 不用了 你们去歇着吧 走吧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行河 行河 二少爷 我这儿还有好多活要干 没顾不跟你瞎扯 我 你呀 最好别给我添乱 我 我 我什么时候给你添乱了我 来 我来洗 二少爷 二少爷 这可不是你能干的 我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的 你快放下吧 你帮过我一次 我也帮你 二少爷 放下吧 没事 二少爷 二少爷 你给我吧 我可以的 你放手吧 我可以的 又得再洗一遍了吧 我真没用 这些小事都做不好 你是二少爷 这些活 本来就不该您做 二少爷 二少爷 我讨厌这个称呼 行河 你知道吗 我很小的时候 爹和娘就不在了 大哥 大嫂 是我最亲的人 可是他们太忙了 根本没有时间管我 我一个人 真的很寂寞很寂寞 我想找个人聊聊天 可是家里的下人 不是看着我害怕 就是躲着我 说什么 我是二少爷 我是主子 可你知道吗 我根本不在乎这些 后来我大哥也走了 我就更寂寞了 我去赌场 是因为赌场热闹 在赌场里 我才觉得自己是个人 二少爷 那天在大街上 看到那些孩子没人管 我就想到了自己 我暗暗发誓 我不要他们像我这样 我要给他们 幸福的一生快乐的童年 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能做到 嗯 就像洗衣服一样 只要我愿意 我就能洗 哎 再来 慢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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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叔 您老跟着我烦不烦哪 大少爷 老太太吩咐过了 不能离开您散步之外 大少爷 您了解 大少爷 我去茅房 您是不是要跟着呀 大少爷 你这样搞得我像坐牢一样 大少爷 这样我跟坐牢还有什么区别吗 大少爷 对不起啊 老太太吩咐了 要是把您给跟丢了 大伙都得卷着 破个角滚蛋了 你怕我娘 难道就不怕我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 卷铺盖滚蛋了 大少爷 大少爷 你还想去见那个女人哪 娘 什么女人女人的呀 人家有名有姓 叫杜兰烟哪 我不管他杜兰烟还是紫兰烟 总之他要害我的儿子 就是我的敌人 你能避养 没有人要害我 关了那么多天 连名声都搭上了 还不叫害吗 兰烟是无辜的呀 够了 总而言之 我再也不要听到这个名字 也不想跟他有任何牵扯 你给我进去 进去 我不 娘 都这么多天了 她在水渊安过得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娘 就算我求你了 你让我去见见她 你让我去见见她 你这个不肖之子 老太太 大少爷 你就别惹老太太生气了 她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哪 你也不想想 沈族长前几天才判她为你 你就急急巴巴地要去找她 这不是明摆着 把祖宗的家法不当一回事 以后出了什么事 你又沈家撑着 可她呢 无依无靠 谁替她出这个头啊 少爷 你要体谅你母亲的一片苦心哪 沈老太太好久没来了 沈老太太好久没来了 不想来也不愿意来 以为不来就可以忘掉好多事 可是真的来了才发现 不过是掩耳盗铃 骗自己而已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有时候还是放宽一些好 所以我羡慕你啊 出了家就四大皆空 不像我们这些俗人 还纠缠在红尘中 沈老太太 这边请 你就是杜兰烟 是 我是朝宗的母亲 沈老太太好 果然是年轻貌美 我见有脸哪 不过你跟朝宗不合适 门不当户不对也就算了 你还是个寡妇 名声也不太好 我们沈家有头有脸 怎么可以要这样的媳妇呢 为了你好 为了朝宗好 我希望你收下这张银票 离开平安镇 再也别回来 你意下如何 我答应过朝宗 要永远跟他在一起 我不会离开的 看一看银票的数目 我跟他的爱是无价的 沈老太太 你还有什么吩咐 如果没有 我先告退了 你口口声声说爱朝宗 可是你替他想过吗 他娶了你这样的女人 怎么在镇上立足 你要他痛苦一辈子吗 最大的痛苦 是两个相爱的人 不能够在一起 剩下的 只要我守着他 陪着他 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度过 沈老太太 从小到大 我就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 不过这一次 我想替我自己做个主 我要跟朝宗在一起 对不起 要让您失望了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赶他走 只要他离开水月安 我就可以告他蔑视足归 把他赶出平安镇 佛门清静之地 这种事恐怕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不想朝宗为了一个女人 身败名裂 你应该理解得对吗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改天我再来 希望你这里 已经没有杜兰烟这个人了 RIined 阿弥陀佛 就是那个女人 看不出来啊 柔弱弱弱的 哪像背负偷汉 杀着不眨眼的女魔头啊 这镇上啊 都传遍了 你还不信啊 瞧我这眼神 居然没有看见有人过来 抱歉啊 你们几个 在干什么呢 把地弄得这么湿 万一乡客们过来 滑倒了怎么办 师太 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跟两位师姐没关系 你不要怪他们 他今天晚上 肯定没有好觉睡了 嗯 快 来 来了来了来了 好 快点 快点 好好好 快来 快上转 欢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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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屋顶漏水了 兰爷 深耕半夜你去干吗 我的床湿了 可能是上面漏水了 我上去补补 你们累了一天了 别管我 先睡吧 这 这怎么办啊 怎么办呢 是啊 这怎么办啊 这 这可怎么办啊 你弄那边啦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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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送你去看大夫好不好 不要动他 这是七步岛 很毒的 一动就没救了 这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这 怎么办啊 除非 有人帮他把毒吸出来 真有血啊 真是 这 这 怎么血啊 这怎么血啊 这怎么血啊 对 对 对 这 应该没事了 毒都吸出来了 谢谢你 兰爷 之前我那么说你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兰烟 没关系的 我们相处时间这么短 有误会是在所难免的 我看你现在应该走不了了 我们帮你吧 姐妹们 一起把她扶回去吧 好好好 来 走 走 来 师父啊 兰烟太好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捉弄她了 是啊 我们出家人 慈悲为怀 怎么能这么对她呢 师父 兰烟太可怜了 师太 大家都在啊 师太 我把大殿打扫完了 你们都出去 我要跟兰烟单独聊聊 是 兰烟 你过来 兰烟 兰烟 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这些日子实在太委屈你了 师太 你别这么说 在这里大家对我都很好的 你这句很好 说得我真是惭愧极了 老实跟你说吧 我们这间安堂多年来都受沈家的香火 这次沈老太太要我们赶你走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离开这里未必是件坏事 兰烟你听我劝 你走吧 离开这个地方你会幸福的 师太 你不要赶我走 朝宗答应过要来接我 我一走 他一定找不到我的 傻孩子 这种高门大户 咱们是攀不起的 你要是等的话 恐怕一辈子都 朝宗不会骗我 只要你不赶我走 我不怕苦 不怕累 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师太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我求求你了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好的好的 没问题 这边请 不送了 谢谢大奶奶 江大奶奶 你不是已经去了山西分浩 怎么还在这里啊 本来小的已经打点好行李 准备上任 可在途中却听说 苏心海杀人的命案 小的想了想 其实这个生意 做得也太亏了吧 特意想跟江大奶奶 您商量一下 你要多少 三千个大雅 可以 明天去钱庄取吧 不过以后不许出现了 三千个大雅可买不了命啊 我说的是三十万个大雅 你 江大奶奶 你不给没关系 我可认识去大祠堂的路 等一下 这么多钱 你要我的命啊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给你 这样吧 十天 十天之内我一定给你 既然江大奶奶都开口了 十天就十天 江大奶奶 告辞 大奶奶好 一定是有了万全的准备 才敢威胁 可是三十万大雅 我到哪里去筹呢 就算筹到了 大兴钱庄也完了 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哪怕是死 我也不会让他得逞的 我死不了解 这弱大的佳婴 少游一个人怎么行呢 得给他找一个精明的媳妇 大门人 今天的账 看您好了 一会儿您过过目 好吧 一会儿再看 哦 星河呢 好像跟二少爷一块出去了吧 他们两个最近走得很近嘛 看来二少爷挺喜欢苏姑娘啊 好 这下好了 好 五嫂 每次来都看你做针线活 是不是衣服不够用啊 这些孩子啊 长得挺快的 两三年一个样 衣服多背点总是没错的 苏姑娘 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您说 现在啊 江少爷出钱我出力 一时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孩子毕竟是孩子 他们需要家庭生活 这是我们不能给他们的 我想啊 找几顿 没有孩子的夫妇 把他们带回去 你觉得呢 这是好事啊 你也觉得好啊 待会儿我约了几顿夫妇 来看孩子 真的 太好了 姑嫂 我们来看一下孩子 喝了就喝点水 去吧 去喝水 姑嫂 我们来看孩子的 好 欢迎欢迎 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好 介绍介绍 好 介绍介绍 姑嫂 呃 他们是干嘛的 他们是领养孩子的 是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 找人领养孩子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 叫少爷 走走走 跟我走 走走跟我走 走啊 二少爷 我也是 二少爷 干什么啊 什么都别说了 我也是 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养 不需要你们操心 我去看一下 二少爷 二少爷 别再说了 我不会把孩子送走的 为什么呀 我喜欢他们 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很自私 孩子们是人不是玩物 你这样把他们留在身边 又不能一直照顾他们 真如不能一直照顾他们 你能带他们回大型钱庄吗 你能天天围着他们转 以他们为中心吗 就算能 那么多的孩子 你的爱够分吗 我 相信我 把他们送出去 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将来有了爹 有了娘 日子会变得很快活 如果哪一天你想他们了 就去看他们 我保证 对你 对他们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这样一来 我又成一个人了 怎么会呢 你还有我们呀 我不要你们 我只要你行吗 我 二少爷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 对吧 好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 对吧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 星河 好 星河 大奶奶 您找我有事吗 没事 想找你聊聊天 那 那您坐吧 嗯 您坐 嗯 嗯 大奶奶喝茶 您也坐吧 少游最近有没有淘气 没有了 二少爷最近挺好的 每天都陪着那些孩子们 少游真是一个命苦的人 对 出生没有多久 父母就死了 我和他哥每天都要做生意 没有时间去照顾他 他哥临死之前还说 他一生对得住天地良心 唯一内疚的 就是没能照顾好他弟弟 我作为他的妻子 也帮不了他完成这个心愿 大奶奶您别难过 二少爷最近已经很久没去赌场了 这都是你的功劳 星河 你能不能继续帮我 大奶奶 姑娘长大了 总是要嫁人的 你说我看着长大的 让你嫁出去 我还真的舍不得 所以我想了好久 想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让你嫁入我们江家 一来可以管束少爷 二来也可以帮我分担一些 大奶奶 奴婢出身卑微 这恐怕 我们江家讲究的是 娶一个嫌弃 其他的都不讲究 那好吧 大奶奶不是逼你 只是让你想一想 女人哪 什么爱什么情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个爱你的人 好好想想 好想 ?? 着面 别动 不然我都杀了你 帮我们走 想走 就必须得听我的 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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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老女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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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